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看到副总统的候选人 也就是现任的明尼苏达州的州长沃尔兹 还有俄亥俄州的联邦参议员万斯 今天是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进行了唯一一场的副总统辩论 我们看到这一次辩论和前两次总统辩论 确实是十分的不一样 所以说我们今天会着重讨论一下 好 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 言博社里我们邀请到 美国应对中共当前危机委员会委员 林小旭博士 小旭博士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好 我们还邀请到了华盛顿大学法学博士 于平先生 于平先生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晚上好 还有时事评论员资深政绩分析师 秦桃先生 秦桃先生好 肥桃好 观众朋友好 好的 现在我们线上邀请到的是 美国政治独立观察评论员陈丽简博士 陈先生你好 观众朋友 好的 欢迎各位我们来讨论一下 先来说说大家对于今天的辩论 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点 我们先邀请就是线上的这个陈丽简先生 您先说一说 刚才看了之后 让您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段 说实在的这个Walt州长的表现超出我们的预期 因为Walt州长的表现呢 他今天给我表现他比较沉稳 就是没有被一些比较尴尬的问题给问住 比如说人家大家问他说 这个当年说在六四的时候香港啊 这个然后说我在六四的时候 我在香港见证了这些事情 结果回头事实证明他不是六四时候去香港 他是六四之后又去的香港 所以说呢被人抓了 但是他呢没有表示出慌张 也没有表示出这个没有让人抓住 他就相当于说是绕出去说了很多别的 结果回头呢那个算应对的比较不平 还有就是他被人说还有一条记录 他在攻击他的这个施政记录的时候 也有一条关于他这个堕胎的记录 万四議員把这个他的堕胎记录 彻底的给剖析了一下 结果回头他说这个是对我们堕胎记录 有一个不当的警示 但是他没有解释清楚 不过他的姿态和形势还是稳得住的 还是抵得住的 今天这个超过问题 您对于万四的表现就是说感受怎么样 万四表现就是说副总统表现 副总统表现对于总的这个总统大选的意义呢 很大就是不是决定的意义 而且万四今天的表现也是重归重选 没有明显的分也没有说明显的得分结果 就是没有一个moment他能够让人永远记得下去 同样这个Waltz都讲 好 非常感谢陈先生 我们稍后再做讨论 那我们来问一下棚内各位 小细博士怎么看 刚才陈里姐先生说 Waltz的表现让他觉得出人意表 您呢 我觉得从几个大的方面来说 我觉得这场辩论相对来说 体现了两个人都是gentleman 就是都有绅士的分度 而且是比较理性的政治人物 那么这样整个的辩论呢 我觉得看起来就比较让人散心悦目 因为你可以看到不同观点的这个交分 但没有过于陷入个人的攻击 对 那么主持人即使问出很尖锐的问题 我觉得两个人都很都都处理的还是比较稳妥的 然后呢我觉得第二点就是最大的就是说 其实他们两个都在必须为他们的这个总统候选人辩护 所以呢其实从比如说Tim Boss一开始马上就开始 谈到川普的不足等等 对吧 那么这个JD也是这样子 就是能够提到Harris 尽量提到Harris 有时候也许稍微过分一点 但我觉得两个人都非常清晰的指导自己的角色 他们一定要为这个总统候选人做 就相应的这个辩护 相应的对对对方的攻击 所以在这点上我觉得两个人都做得很充分 那这个是就是说他并没有过分的去张扬自己 所以这个点上我觉得他们是立场非常清晰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次的辩论 就是覆盖的话题是非常广的 那也比较比较全面 只不过说有一些话题 我觉得像比较敏感的这个俄乌的问题 没有谈到 然后Fentino的问题 我觉得只是稍微谈到一点 并没有特别深入谈 那这些就是有一些话题 我觉得还可以更深入一些 但是基本的就是有争议的话题都谈到了 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算是一个比较 比较充分的一个辩论 那另外两个主持人呢 就是有个别一个场合 他们想要对JD做这个fact check 那么JD马上就反过来 但是呢基本上他们没有太偏向 我觉得还算是比较比较客观一点的一个 您觉得这一次的这个辩论不光是主持人还是这个辩论的选手 都和以往的这个总统辩论的话相比的话 您觉得是更好看 我觉得相对来说就是让两个辩论人能够充分的去表现自己 然后主持人没有过多的就是彰显自己立场 有立场区别 但是我觉得并没有过分 所以我觉得还算是比较理性的 我觉得美国的民众应该更希望看到这样的理性的这种辩论 而且可以说是今晚的辩论的一个特色 就是两个人经常说我也会同意你的一部分观点 对吧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就是一个政治人物的一个 就是互相沟通的这种基点 所以他们我觉得他们两个都很好张起来 自己都是by partition的一个politician 就是我能够跨党派进行互相沟通 能够在一些议题上也许以后争取两党共同 有一个共同的法案出来 所以在这样的立场 我觉得会让美国人民看到一个希望 就是说国家不会说所有的问题都是分裂 一定都要针尖对卖盲 对不对 其实有些国家的问题像刚才他们讨论的 比如说child care 或者是pay family leave 或者pay medical leave 这类问题 两党完全可以一起做下来找到一个共同的方案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会给美国人一个很好的一个期望 其实有时候不见得说是这个期望要多么伟大的宏景 这个美国多伟大 很多对美国人 我觉得他们希望实实在在的看到国家一起团结起来 走向一个很好的未来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样一场辩论其实比比如说上次我们做这个民主党辩论大会 我觉得我们那两三天一直在谈怎么那个unityunity 但其实今晚这个辩论才真正体现unity 我觉得这个时时计计的一个辩论一个实际的行动 反而能够让美国人开始有一个理性的这个凝结起来的力量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鼓舞人心的一点 好 非常感谢小旭博士 确实这次看到了就是说非常civilize很文明的一种互动 余斌先生怎么看您对今晚印象深刻的是哪里 对 首先他们双方肯定看上去都是有备而来 而且训练的不错 大家都没有失控或者情绪有爆发都没有 那么这里面就是体现了从2016年川普进入政坛以来的 就是美国辩论风格的又回到原始的 就是比较文明的这个状态 所以这一点上我也同意两位前面评论员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么还有一个就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情况 就是在整个的辩论过程中间 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的攻防的这种准备 比如说万斯他先开始就开启了一个 就试图区别这个Tim Watts和Harris 也是有点像分别的说 你看你的观点我都同意 但是你Harris不是这样的 他是想做这样的一种情况 后面那个Tim Watts也有一样的 那么这是一个显然刻意的做过准备的 因为也就是要突出对方的主要的候选人 他的荒唐的地方 那么一样的双方都要希望把这个对方的绑到 那个主要的候选人的身上去绑到总统候选人身上 这两个策略都非常明显 我觉得也还是很有效的 但是这里面其实刚刚我也同意那个陈博士讲的 就是Tim Watts他表现的稍微好一点 他原因很简单 就是Tim Watts是有行政经验 他是做州长的 所以讲到那些问题在每个州都有自己的政策 所以他讲起来就侃侃而谈 变成就是透显了一下 这个attacking dog是个攻击的狗是攻击对方主人 就这个意思 但是在这个里面他们两个体现的也是不错的 但是我想讲的万斯很一个非常应该说是对川普有补强的这样一个做法 但是最后问到那个democracy问题的时候 其实万斯是软性的承认 如果出现了最后结局是对方赢 他是会跟对方share a hand 但是他又没有去跟公开去跟川普分裂 因为川普的意思就是说我要看这个结果我才去承认 上次跟那个Harris在辩论的时候最后问他他也是这样讲的 那我是不是要承认这个结果 那要看他到底选举是不是公正 那万斯这一点非常好 我觉得这一点是为川普争取的分数 而且他是一种非常软性的既不得罪川普 但是又可以取悦于中间选民 这一点他做的我觉得非常好 当然有很多问题 我觉得双方各有得分的地方 到时候我们再相信 好 金默先生 我整体的感觉的话 今天就整个这种辩论的话 就是感觉是很gentleman 而且就是各有攻防 各有得分 你很难一下子直接说出来说谁实际上真正的在谁赢了 你得一个个的话题去算 然后的话对我弄 当然我每一个话题也在算对吧 但是整个感觉的话 我觉得看起来真的是比较舒服的 一个本身很激烈 因为他两个和川普和锦丽还不一样 他们两个其实反应特别特别快 是 对吧 而且语速也都很快 语速非常快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大家就看起来就特别这种有意思 而且对于这些主持人 我觉得今天的这种辩论是非常有特色的 就是主持人实际上对两个人都没客气 那你比如说就是直接的话就抨击说这个Wals 说你在六四这个问题上你撒谎了 有时候你不诚信某种意义上对吧 结果其实我跟余平先生可能不太一样 我认为他其实在这个地方的话 陈利简是吧 陈利简先生 他提到的话说实际上是Wals是得分了 我认为他其实没得分 您是感觉他哪里 我感觉他那个地方他应该不应该绕着走 他是上来就是说我自己是一个这个草根阶层出来的 然后他先讲这个故事 最后一句说 我当时是在民主运动时期 我在香港 所以他并不是说上来就给一个明确的答案 对 所以这一点上来讲 我觉得可能不太适合美国人的这种风格 因为你这件事情错了就是错了 因为今天所有的媒体全部报了他的这件事情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你在那去绕着都不回答 我觉得对他来讲 其实从我们说品格上得分不得分的 反正的话就是在Wals在类似这个问题 就谈到说这个副总统一个卑微感和这种诚信 或者是你在这种言行一致的这个问题的时候 万斯被问到什么呢 他说你以前说这个川普像希特勒 对吧 他的经济很糟糕 结果实际上我觉得变成了给万斯的一个送分体 他就说你看我是因为我错了我就错了 我犯了错了对吧 川普做了很多 但是为什么我会得出那样的结论呢 是因为媒体当时误导了我 当然这个问题也是万斯此前多次在媒体上 没错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你这种我们说一方面给人感觉很坦诚 另一方面来讲的话 他其实就很巧妙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反过来又表扬川普如何如何做得这个好 所以这个你看起来顺理成章的 所以这种你又显示了这种品德 又显示了又很好的进行工坊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上他其实是得分的 那么当然在更多的这些问题上来讲的话 他一开始看起来万斯是有点这种拘谨 我觉得他是有益的 为什么他可能在之前的时候万斯整体能给人感觉是年轻 没有就是缺乏经验 两年的从政经历 同时呢但是呢又比较有攻击性 所以他在开始的时候 其实你注意到他就有异性地去压制了自己的这样一个 相对表现的温和一些 非常更温和一些 但是到了什么时候就开始呢 看起来就是渐入家境 我觉得就到了讨论这个经济问题 当然移民问题已经开始了 经济问题等等那些地方的时候 看起来他是真正的做了很多工作的 但是呢在有一些地方来讲的话 我觉得他其实没有完全抓住这个 Walt的这样的一些问题 你比如说谈到第一个伊朗问题的时候的话 其实就是拜登政府的话 一开始的时候他上来就解除了 这个对胡塞武装的这个恐怖组织的这样的一个净性 他把他们的名单中给画出去了 就是川普就是拜登上台的第一个月就把这画出去了 他们指出来这类似的事实 所以你今天把这个中东问题搞这么乱 对吧他也没有提出来说这个你 当时拜登政府的话把给伊朗等等这些问题的话给扩大了 所以类似这种的话 我觉得他其实在这个方面因为太温和 反而没完全跟上 这是我觉得可能某种意义上在前期看的 不是有点不过瘾这种感觉 到后期看起来当然人家觉得很过瘾 大家都觉得做得很好 这次确实跟得很紧 以上来就说到战争 我先补充一下 因为刚刚讲到陈丽姐我是讲的那个问题 我们是从国内那个时候在国内的 所以从技术上讲 Tim Watts讲的是没有错的 你如果把民主运动定义在六月份 那当然你就说错了 但事实上香港人支持这个 八月 对我就说你定义他讲话是错的 因为他八月份去他可以做 中国现在的民主运动是耐死的很长时间 我不知道你们在不在国内 我们都在国内的 在香港那个时候六四以后更激烈 所以他去看到民主运动 他讲其实这个technical的没有错误 所以我觉得他后来最后的讲了一句 他讲了时间上面他是summer 他就讲了 这个问题应该不是个大问题 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 非常感谢 就是说大家有不同的意见 好的 先上的陈丽姐先生 就是说我想请问一下 刚才大家都有谈到各自对于今天晚上两位的表现 您觉得今天两位都有给对方的这个总统候选人 有加分吗 我认为还是这个样子 首先说一下香港这个事 其实在最后的时候 这个豪子讲了一句话 就是说我当时也说过胡话 我原自己的 但是他说的是我原来也说过胡话 也就是变相承认了我这个是不准的 这个话说的有问题 他变相已经承认了这个事情 所以说呢 这个事情倒不是很重要 美国选军不是很大事 何况人家这个豪子说瞎话 也不是一次俩次 你知道吧 他以前说他当过兵 然后回头说我参加过这个伊拉克战争 结果事实他没参加过 他原来在意大利那当兵 给当那个 相当于给打 相当于给supporting rule 结果一听这个 这个要把部队部署到伊拉克去 他就撤了 提前两个月就撤了 而且是他正式的消息还没出来的时候 他呢 撤到了小到小就撤了 所以说这个他的同僚都在那骂他 这个事情他他干这种事情不是一次两次了 所以说对于普通运动他几个参加的什么重要 因为他沙广能性你这个没办法 不过这个情况也确实是挺有意思啊 因为我们知道今天是双方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对面的方式 那万斯其实是有条件去直接去和沃尔兹去谈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当时有misspoke 包括在这个战争当中的这个 就是说有没有具体参加到战争当中去 可是我们看到万斯没有这么做 反而是主持人去提出这样的问题 于斌先生有什么样回应 就是说您怎么看 就是说万斯没有就是说就问题而给出一些个人攻击 反而是 这个非常明显的就是副总统辩论不是攻击对方 是攻击他的主要候选人 所以不浪费时间在上面是正确的 策略上是正确的 所以再说刚刚讲的一个事情 现在其实媒体上报道查那个资料 他们沃尔兹是几个月以前宣布要去参选这个国会议员的 他怎么能预见到三个月以后 他的部队会被分到那个伊拉克 很多东西都已经在媒体上澄清过来 当然我们并不是第一手回去资料 我们还是要相信主流媒体做的那个事实上的报道 否则就会变成人身攻击了 所以我刚刚讲的那个意思就是 六四这个定义非常重要 他刚刚讲的Summer去 他可能没有很清楚 这句话他讲了 我觉得就足以承认 知道他自己知道 人们对这个中国的民主印度的定义是在六月份 其实我们都知道 八月份 十月份 当时那个香港人还在偷送这个中国那些大陆的那些被通缉犯 当时我看媒体的这种fact chat的话 他是说Walt的话直接说了他是五月份去的 结果的话被媒体现在查出来说 他实际上那个时候还在美国 还在美国 这个不错 他八月份才去的 这个问题不错 他讲的他随便见证了中国 他讲的时间不对 他自己后面也成了 这三本都讲 对不对 其实这个不重要 这不是重要的 这不是重要的 特别重要 好的 那还是请问一下陈丽姐不是 就是说您觉得两位有很明确的提出自己的这种路线吗 自己的政策方面的这种具体的安排 他不能提啊 他不是当家人啊 他这两个人不管谁当选 他是副总统 副总统是协助总统作为这个立法活动的这个 他大主意还要总统啊 还要跟他商量 但是在没有跟他商量的情况下 自己提出自己的这种说法 这种不可能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上 我跟陈先生也有不同的想法 我其实今天晚上我倒是觉得 贺锦丽选对人 他没有选Shapiro 因为Tim Woods在美尼苏打 毕竟执政多年 他有这个record 而且我甚至觉得 贺锦丽的很多的政策 他的想法的来源是Tim Woods 所以Tim Woods在解释他这些政策的时候 非常非常清晰 因为他就是这么干的 您觉得哪方面的清晰路线 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包括这些child test credit 包括这个abortion 他在明尼苏打是怎么做的 然后包括这个明尼苏打 他是怎么样做housing的 对不对 然后怎么样给补助人员的政策 这一系列的 他感觉今天给明尼苏打 做了个很好的广告 因为他明尼苏打本来 其实明尼苏打本来经济就比较好 明尼苏打的这个平均收入 在全国范围都是领先的 他的平均收入可以达到8万 所以他其实是比较富有的一个周 所以他只要做的比较好了 他是这个政策record是在那的 那么贺经理选了他 就等于说我找到了我经济政策的来源 而且有了一个实力 而且有一个很好的背书的人 只不过是因为他是总统候选人 所以媒体要追着他采访 而不是追着Tim Walls采访 但是今天晚上Tim Walls充分的表现 我是觉得Tim Walls委屈他了 其实好像他更像一个总统候选人 所以我是觉得其实Tim Walls 这样的一个表现反而让我有点担心 因为我觉得贺经理相比的来说 其实比Tim Walls还要逊色很多 所以我个人倒是觉得Tim Walls今天的表现 其实outperformed 过去所有的Harris的采访 特别是如果包括CNN这些主持人 问Harris关于经济政策怎么解释 他都解释不出像Tim Walls这么好 所以你不是担心吗 这个真正做主的人 其实还没有你的副手墙 所以我其实担心是反过来的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贺姐弟 就是顶替了拜登这个职位 对啊 那大家有觉得就是说今天 有针对比如说经济方面 刚才大家都提到经济方面 我还是先从内政谈起 经济方面就是说贺姐弟这边 确实是没有给出一个很明确 但她之前在经济政策方面 有提到housing的问题 那今天Wars是根据明尼苏达州的 这种经验去提出 包括你怎么去开发一些能源 然后同时也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减免首付的问题 秦布先生这边有什么样的观察 您觉得双方今天对于经济方面的政策 谁的这个理念更清晰一点 我觉得双方的理念 其实都是比较清晰的 整个来讲的话 因为我们说选民整体还是认为说 这个川普的话 对于解决经济问题更有经验一些 因为Wars今天有提到 就是说川普他是有一个记录在这边 而贺姐弟给出的是一个计划 没错 这实际上是 我们说这个川普的话这种优势 就在于他有一个成功的一个记录 当时他就是以最低的这种 突破膨胀 对吧 快速的这样增长的这种 我们说能源的生产和整个的这种就业等等 这些方面他是有说法的 而作为贺锦丽来说 他提了很多计划 万斯就攻击他说 你现在提了很多计划 可是你有三年半的时间 你本来可以做 结果的话你没有做 你说你到上任的第一天 你就开始做 你这个东西说不通 对吧 而且他在这个回击关于沃尔特说 你不相信科学家 你不相信经济学家 结果就是万斯就说你看看这些经济学家 之前的时候带来了那么多的问题 结果的话是川普这样利用他的尝试 用他的这样一个做法 反而是解决了这些问题 所以他在整体表现上来讲 从辩论这个角度来看 其实是更加出色一些 这个实际上也是符合我们说 就是大众整体看的 认为说这个川普对解决经济问题 他其实更加有这种经验 更加的能够去做好 所以这个其实也并当然 并没有完全是超出大家的一个预想 确实是 余斌先生怎么看 就是说我们看到这次 两位都有提出了经济政策 包括通货膨胀 而且还提到了非法移民的问题 因为说到万斯上来就是说 我们不排斥说移民的问题 但是我就是说贺锦丽 他可能造成了很多 这种移民大潮的这种涌进 所以造成了房价的一种高涨 您怎么看 对 他们相互之间 实际上是一种攻防的策略 万斯尽可能实际上要把 川普讲的那个比较极端的话 把它降下来 解释一般 我相信他是经过专门的训练 就是为了让川普的 形象不好的这种表达 把它变得比较更加温和一点 同时他把所有的拜登的这个政策 都归咎给这个哈里斯 当然Tim Watts不好这么去说 那是拜登的 但是他这个做法是非常有效 事实上你说三年半 哈里斯是个被位元首 不靠错了 甚至连到边境去看 也就是看一下而已 并没有给他那大权力 他也没去 所以我觉得这时上 对他自己是主持人 他有事啊 我三年了都没有做 他没去 那时候没有想到 他要竞选总统 也有这个方面的因素 但是事实上他是没有权力的 我们都很明显 他是个隐形副总统 但是谁是比较显心的 其实拜登在第二任的时候 跟奥巴马的时候 他是比较显心 你看他处理大国关系 他是走在前面的 奥巴马现在就有点像万四这种情况 他们从这经验没有的 或者非常少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他很多工房 他是一个事先规划好的一种路线去攻击 但是经济到底是不是能这么走 我觉得大家稍微我们了解一下 过去的经济就知道 川普继承的经济本来还是不错的经济 对吧 现在就是说拜登继承经济是一个pandemic经济 所以不能够简单的说谁把谁搞坏了 我觉得当然选民会这样想 谁做过一任我还觉得不错 但事实上经济的发展在一个国家里面是有很长路线的 这个路线我觉得他们这简单的归因都是为了选举而已 所以也谈不上真的谁的经济政策会好 大家都在试 川普的这个经济政策他要完全加税的话 还有如果把制造业都移回美国 特别是中低端的制造业移回美国的话 那美国你看通货膨胀的一塌糊涂 美元就不是现在这样一个购买力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回到现实面来讲 经济政策不是那么简单的 所以万斯讲的那句话实际上是取悦于普通选民的 我们要follow我们的common sense 听我们的感觉而不是去听专家的 如果不听专家的没有什么研究 就是跟着感觉走 那这个国家走得最后走什么地方也不知道 其实看川普那个年代 他也有很多经济学家给他 他只不过是选择一种经济学家他认为可信的 他自己也不是制定者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是个工坊的问题 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是我们看到万斯有谈到drill的问题 就是这个钻石油的问题 这方面大家是怎么看的 这个其实从经济学角度来讲 我觉得其实更加合理的一个做法 因为它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要降低了能源drill 我要降低了能源的价格 那自然而然就会降低通货膨胀价格 降低了一系列的很多产品的价格 因为能源的这种价格实际上是这种 我们说很多物价的一个基础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其实就会带来说整个的你的房贷 付出的利息就低了 这样的情况下他就避免了说 你我现在只是通过这种 给每个家庭发一个首付 对吧 2万美元 3万美元 然后让你去更加有钱去把这个房子买回来 但是问题在于 如果说你其他的问题不解决 你最终你这种高利率还在那去涨着 因为它降得很慢嘛 对吧 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就会带来说 你看起来是首付低了 但事实上你的整个房价高了 你就相当于把整个房价推起来了 所以从经济学角度来讲的话 川普他这个里面是有合理的性的 当然他从这种经济学的这个角度来讲 他其实也有一些专家 当然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对吧 包括我们说就是它的这个曲线 它的这种收税的这样的政策等等 减税的这种原因 为什么能带来整体的这种经济成长 但又同时不降低这个福利 是因为它本身是把蛋糕做大了之后 它是可以能够降低税率 也同时能够收到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税 所以这些方面其实它是有它的一些逻辑的 从这一点上来讲 我说万斯刚才那小旭对吧 说贺锦丽选了福尔斯是一个成功对吧 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讲 其实川普选了万斯也是一个成功的一个做法 为什么川普有点 他不屑于去解决很多问题 不屑于去说出很多问题 这让人对有一些中间选民来讲 他说我知道现在有问题 比如说奥巴马卡尔对吧 或者有很多这种现在的经济问题 现在是有问题 但是你告诉我怎么去解决 但是川普就会说 我到时候会怎么怎么解决 然后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大概的一个说法 但是万斯不一样 万斯的话他就会去把这些问题 就给你是相对的话理论化 或者相对的这种事实化给他解释出来 所以这事实是他的一个特长 所以您觉得万斯的表现也给川普加分了 他给川普是加分的 这里想请问一下陈丽姐先生 就是说您怎么看 我们看到在谈对这个经济政策问题的时候 也谈到了关于也就是说 solar panel的问题 就是说太阳能板的问题 就是关于能源方面 那万斯是说贺锦丽这边 就是说民主党是把这个能源全部都是 转到中国那边去生产一些太阳能板等等 所以说也造成了很多的失业率 您是有什么样的这种反应 您的这个react是什么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首先说专家那个问题想说一下 就是专家呢 你得听 因为他在各 现在美国的这些专家呀 他基本上都是服务于各个智库的 而且各个智库都后面都是有后台老板 这个专家说什么 他完全是后台老板 让他说什么 他在说什么 而不是真正研究 就是说呢 就是说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川普听了 就是说很多人就说 中国的专家 所以容易引用什么霍普金斯学院 那个学院的一些 他不对的 就是说这个是这样 不同的党 有不同的智库 所以说呢 用的智库 合作的结论就是不一样 比如说川普在任期间 他用的马努金部长 还有是凯文哈塞 还有拉里·拉布朗 这些人都是保守制度 所以说呢 当这个主持人引用的 全是一些什么自由派 这个智库的成员的话 这个信息的话呢 就好像给营造一个 他管的专家 基本上这是不对的 川普总统需要在很多时候 听专家的意思 川普据说有人说 他在白宫里的时候 没事就特路的这个专家打电话 寻求他们的意思 他是很听的 而且他也是配attention 低调的 从这一点来说呢 就是万斯今天说的这些条 都是对的 而民主党的主要问题 在哪里呢 民主党的问题是他解决问题 他说的很好的计划 不过他在解决问题的时候 会出现很多问题 你说安苏拉拍照好不好 这个事情好 比如我家就安苏拉拍了 我自己花钱 你知道吧 就是确实好 因为那个能减少排放 但是这个问题 你苏拉拍露是哪里生产的 他没有把生产的事情给他搞定 就是所以结果 造成了美国市场上有了苏拉拍露 那就是中国那边卖 这样的话 不是不会把制造业留在美国国内 而川普总统 他会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至于怎么解决 现在不知道 但是从川普过去的几年 比如说他加的这个关税 很多人都说当时他加关税的时候 很多人就说 有通货膨胀 有通货膨胀 结果事实证明没有通货膨胀 一点都没有 而且这个现在关税 拜登上台之后 老老实实地把这些关税都保留下来了 但是他由于他别的政策的不当 导致关税的猛增 导致这个通货膨胀猛增 所以说这个人是 就是我不同意 这个余平同志的那个专家 就是美国总统的政策是很重要的 这不是我讲的 不是说我就可以上海几年 我说这全是布什的错 这是全是奥巴 你什么时候川普说过这个话 他的经济在川普上台之后 第一年 2017年 他的经济达到了 世纪当时美国的最低 这个事业就是到这种 我现在不同意一种说法 就是说哪个总统都一样 上来都一样 这个不对的 上来了之后 他的政策一定会产生一干渐渐的经济 比如说川普上台 我相信在他的第二任期 美国的经济 出现一个集合上台 就是说这个政策是肯定的 因为他懂这个 而且他知道对什么样的人 对什么样的人 好 非常感谢陈立贤先生 我想纠正一下 好 我这里先打断你一下 我们都是针对 相信专家这个话是万事说 万事讲是相信common size 不是我讲的 当然我们这里都是针对问题的一种讨论 不针对个人攻击 我们私家里都是非常好的朋友 大家都是非常熟悉了 那这里我们想谈论一下 我们看到今天有谈到经济堕胎 疫情 能源 气候变迁 以哈 飓风 枪支 住房等等 非常多的问题 那么除了经济问题 大家还有觉得哪些方面是值得 就是我们去探讨的 包括像我们看到 就是说万事和沃尔兹都有提到 这个女性工作的问题 其实这也是很多女性显明 非常关注的一点 小续博士怎么看 关于像奥巴马克尔 当时有提到这个平权法案 共和党当时是有一个平权法案 想要去把它就是说给它起诉 但是后来没有成功 那这个也是被沃尔兹就是说拿来去说 您对于这个观点是什么 我觉得这里面 就是几个比较人们特别关心的 比如说你说这个abortion的问题 那么其实我觉得J.D.Vance的话 其实就是强调了这个共和党 他们是pro-family和pro-baby 是这块 那么Tim Walls里面强调 他们是pro-woman,pro-freedom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的不同立场的观点 其实他们是说的很清楚的了 您觉得这两两观点冲突吗 我觉得其实一定程度上并不冲突 因为实际上他们比如说Tim Walls 觉得是一些具体的一些案例 哪些女性失去了 比如说堕胎的这种机会 说他们生活遇到什么什么样的困难 对不对 那么J.D.Vance他提出来的是说 如果就是我们不尊重孩子的生存权 如果不pro-family的话 我们遇到什么样什么样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他有一点各说各话 这方面其实就是美国现在的一个very massive 一个混乱分裂的这个状况 所以两个人基本上都把这个观点尝试清楚了 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 就是说并没有在这问题上过于过多的纠结 但是就是把每一个双方的立场都讲清楚了 那么关于health care方面我是觉得J.D.Vance 其实他在讲就是说 为什么Obama Affordable Care ACA Affordable Care Act 为什么是collapsing 他没有讲清楚 他只是说当时川普接手了这个时候 这个几乎这个ACA就要崩溃了 所以川普做了努力把他给挽救了 而且他没有就是说彻底把他否定掉 那么Tim Walls反过来说 那你习上川普一上台就是想要把他否定掉 只不过你没做成而已 双方有一点中文 双方在这方面我觉得都有一点 就是非常明确的这种交锋 我觉得这点上就是说 Wallens并没有讲清楚 为什么ACA 实际上那时是一个collapsed状态 没有讲清楚 还有一点他没有讲得特别清楚 是关于housing 就是用federal land 就是说你联邦的土地 你到底哪些联邦土地 你可以建造房子 当时Wallens有反馈说 你是要坠偶 然后又要盖房子吗 这块地 同一份地联邦土地盖房子吗 所以我觉得他这些方面 没有讲得特别很清楚 就是说平权的理念 那么就是共产党保守的理念 这样体现在哪里 我觉得JDWallens没有特别讲清楚这一点 包括这些大政府的 或者跟小政府的区别 以及川普特别强调了 如何精简政府 对吧 因为川普强调很多 Deregulation 基本上今天网上 Wallens都没有强调这一点 这个也是我觉得是体现保守党理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如何缩小政府的运作 对不对 那这个其实非常关键 包括Bord的问题也是这样的 因为如果你就是增加 光是在这个边境增加这些执法人员 它其实是政府更加庞大 但是如果你不停止这个失血的过程 stop bleeding的话 你这个非法移民还是进来 所以这个问题他提到了stop bleeding 但是还没有把它的urgency强调出来 这个紧迫性没有强调出来 包括现在的罪犯里面 你几乎有 就是说 将近一万五千人是曾经有过杀人记录的 homicide record这样的人都进来了 那么这样的危机的情况 你如何阻止这个事情 我觉得他也没有讲得特别清楚 但他提到了这个stop bleeding概念 所以我觉得他基本点都强调 但是有一些方面 就是能够更加 对这个选民有更加直接的一个感受的东西 我觉得他没有讲清楚 所以也许就是辩论就是这样子 就是很短的时间 你只能讲一些大概的概念 但我觉得如果他能够举一些具体的 很solid的东西 有时候在这些问题上 我觉得会更有说服力 没错 那关于像是枪支 还有这个就是能源方面 巨峰方面 以哈战争等等 这些 于秉先生你怎么看 哪些议题会左右中间选民的选择 其实左右中间选民的决策的 就是说选票的几个大问题 他们都实际上双方都讲得非常充分 移民问题 经济问题 其实今天我觉得有点 有点是没有讲的特别多的是个 law of order问题 对 对 是不安 对 他讲到其他里面讲都归咎的移民 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他没有讲清楚 其实这个东西 如果说Vance化经济上讲的话 是容易得到中间选民认可的 因为虽然从数据上讲 并不是说那么大规模的增长 但是人们有体感 这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今天觉得 刚刚有讲到Vance 他还是不太有经验 但是他也帮川普 有做了一些固装的作用 就是在他environment的问题上面 就是climate change上面 因为这是一个hoax 记者我直接问他了 他就回避这个问题 但是他也讲了他部分同意 他也没有说我绝对拒绝这个 他也说clean energy它是同意的 所以这一点上 其实他对川普是一个补强的作用 川普在这个问题上直接讲 这是一个骗局 而且是中国和其他国家 合起来骗美国的 因为川普上一把东西简化 但是这个简化的方法 是故装的方法 不是一个续行中间选民的做法 所以我觉得今天他讲的这个问题 他虽然这个问题没有讲清楚 但是他是帮川普再回旋 实际上这个里面对中间选民来讲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做法 而且这里面其实万事还有一个辩论的亮点 就是他指出来 就是说你一直强调clean energy 但是你如果把这些工作都输入给中国 让中国制造更多的太阳能板 那不是中国 因为中国本身就是大的碳释放的 碳排放的国家 你让中国生产更多太阳能力 不是制造更多的碳排放吗 我觉得他举这个例子倒是蛮有说服力的一个点 就是说你不是只想说我这边碳排放 你要从全球来考虑碳排放 就算你这个就是所谓的global climate change 你是对的话 你也面临这样一个dilemma 是 好 还是请问一下线上的陈里简博士 就是说您觉得今晚的辩论 对于这次的选情会有大的影响吗 我认为选情这个影响不大 因为各说各话 现在所有的人都在各说各话 他们之间的这些交锋和他们之间的政策 很多时候是在重复自己的这个阵营 已经准备好的政策 我认为这一点主要今天 我觉得要看的就是两个人的behavior 就是两个人是不是有风度 是不是能够在自己的这个总统出现 比如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 能够接任成为一个备选 就是成为一个二号人物 这个从这点来说两个人都是胜任 从现在来看都没有问题 所以今天我觉得他们两个没有都有自己的弱点 不过没有降太多分 不过有一点我要指出 其实关于这个奥巴马care这个问题 他最后问的最后几个问题 就是这个奥巴马care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媒体想热炒很长时间的一个问题 就是媒体想热炒很长时间 他已经想把这个炒热很长时间了 因为什么呢 提到奥巴马care的话 在2018年中期选举的时候 就是奥巴马care作为一个主要的一选 所以说选民就相当于说是更倾向于奥巴马care 所以说现在共和党可以说在整个的选举过程中 就包括川普在整个的过程中 就包括他在他的网站上 都没有奥巴马care这个词 就是什么Ford ofcare什么 就没有这个词 都没有这方面的讨论 结果媒体声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 是怎么回事呢 是万斯在参加一遍 好的 我们这边时间到了 陈立剑博士 不好意思打断您 好的 那我们今天看到呢 万斯和沃尔兹两个人的这个总统辩论 到这里就结束了 而我们的点评也差不多 时间到了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 那么11月5号就是大选日 我们届时会和您一起关注美国大选的投票情况 我们下次时间再会